我們回來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大家都很關注著 究竟現在入境檢疫的情況是怎樣 特別對於旅遊業界方面的部署 影響又是怎樣的 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旅遊業議會的總幹事 楊淑芬小姐跟我們談談 早安 楊小姐 早安 楊小姐 早安 行政長官昨天都說 近日疫情有回落跡象 正是積極研究放鬆機場到港人士的檢疫安排 旅議會對這方面的建議是怎樣 遲遲不能夠落實 會不會影響出業界的部署 我們對這方面的建議 其實一直落都和政府不斷地溝通 希望它真是有罪地去縮減這個檢疫的要求 現在來說就是3加4 由之前的7天酒店3加4 我們希望進一步可以是0加7甚至乎0加3 接著就最好全部是0加0 這樣我們的旅遊業才會有機會去望到復甦的一天 有個消息 昨天流傳說一鬆就不是0加7 一鬆就可能是0加3 0加3和0加7對於旅遊業界的分別是否存在的呢 其實有存在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0加3 即縮短了幾天的話 去一些餐廳或者表列廁所裏面都可以容許了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大的進步呢 我們覺得又不是 因為就算你0加幾都是 要加的話 我們都不會有一些消限的入境旅客 所以主要來說是香港的市民 愛遊 這樣就會容易了 之前政府都縮短了入境的檢疫去到3加4 就你了解回會員有沒有反映 實際那個幫助情況是怎樣的呢 他宣佈了3加4之後 我們收到的查訊是真的多了很多 查訊是差不多多了一倍都有的 但是實際去出發去旅行的人 真的增幅又不是很多 我們看到實際上的數字可能是20%左右 但是大家都要記住一樣的 我們現在的基數是很低的 所以這多了兩成 其實多的實際數字就是不重要 因為始終煤情仍然要有這些隔離 現在3加4 還有最重要還有PCR 在其他地方回來上去之前有PCR 那個真是很大的問題 就你所知有什麼熱門國家 其實現在去做PCR都是比較難的呢 會症的時候 其實我們早前有立法會議員都說過 英國那裡是很困難的 就算是其他國家那些 除了澳洲那些 他們都是困難的 東南亞現在我們也知道越來越少 還有我想重要的就是 價錢也不便宜 這也是另外一個額外負擔 又要在你的旅程中 要預算一些時間去做PCR檢疫 所以對於旅客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還有現在的航班呢 直航的比例是否就少了 很多地方以前有直航 現在就很疏落 要轉機了 轉機就變了可能 你上機前要去PCR去做 這個就更難了 對呀 還有你知道它的48小時的限制 如果長程那些轉機 隨時機延遲到幾個小時又不算 那怎麼辦 很多人都在機場上很慌 很狼狽 很狼狽 因為你的時間限制 還有有時候你的航班 尤其是現在 有延遲都很正常 很正常 業界有沒有跟政府 可以繼續溝通 實際的情況 運作情況是怎樣的 有呀 我們不斷跟政府溝通 跟不同的部門 亦都有反映 去信 甚至乎我們都有去信特首 還有最近這個 即是就來施政報告 我們在早幾星期之前 我們都去信特首那裏 去反映我們業界的一些建議 希望他在接下來的施政報告裏 都可以包括了 近日就住黃家加勒比國際郵輪 是不是真的重返香港市場 大家亦都熱烈討論 現在進展的情況 你了解是怎樣 呂議會當中的角色又是怎樣 其實到現在政府都沒有回應 我想一個多月之前 跟我們業界見面一次 我們議會的主席也有在 當時那個見面都很正面 但是都沒有收到有消息 我們在八月底的時候 我們議會也都再去信給李局長 又再重申這件事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來說 你知道他們那個船 已經搬去新加坡做武港 還有現在其實他們已經 那個行程已經計劃到2024年 就是說去到2024年的首季 他們都不會改回香港做武港 因為他們已經做了這個行程 還有現在他們收客 都已經是收到2023年了 所以一個郵輪 它要再重返做武港 不要說去做武港 找香港做武港 就算你停香港 他們那個規劃都需要相當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裡真的促請政府 要盡快回應 如果不是你越久的話 香港就不會再在他們的計劃裏面 再多多幾年的話 就更加覺得沒有需要了 之前說過公海郵 其實都不是說去很遠 香港人出一出公海 一兩晚回來 這些其實是否可以率先破冰呢 這些措施 是的 其實公海郵 在去年開始有的時候 已經都幾受香港人歡迎的 也加上你知道現在旅遊業 根本都沒有什麼可以營運 除了一些本地的油之外 所以公海郵也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 再加上如果政府現在真的慢慢 也都放寬那個檢疫 變成0加3 甚至公海郵都未必 就是那個郵輪 未必也都一定是公海的 你只可以去一些附近的動物 那個吸引力就更加大 所以我們都促正了 我們旅遊業議會在這裡的角色 就是說 我們都會去整合了這個業界的意見 還有我們都處理了之後 不斷地牽頭向政府不同的部門去反映 去追 我們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有追 這個當然是希望政府能夠在平衡抗疫和經濟方面 能夠快些作出一些決定 讓業界好作部署 你了解一下會員現在的經營狀況是怎樣 人手安排上面是怎樣 其實現在都是 我們旅遊業真的很淡淡 經營那個狀況裡面 我們經常都說 在疫情之前不是之後 我們實際旅行社的數目 其實的減幅不算多 你純粹看數字 大概是150間以下 但是在這段期間 真真正正是 倒閉的旅行社 其實是超過三百間 但是同時間也有百多間 就是開了 但是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倒閉的旅行社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大型的旅行社 有幾百員工 幾十年歷史 而開了的都是幾個人 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倒閉了大旅行社 那些人出來之後 我兩個我又開了一間 所以你看到的數字 旅行社的數字 就不是跌了那麼多 但是實際的影響是很大 也是因為這樣 在人手那方面 其實在這幾年裏面 就真的 我們的從業員是很慘的 所以最近 我們都看回一些數字的時候 我們的旅遊從業員 以之前的旅遊從業員 其實都很多是轉了行 那變了 如果現在譬如說 旅遊業去 真的可以再通關 或者怎樣去背負 其實人手我們都很難去拿 去找回來的 所以這裏我們都跟政府一路去講 希望他在補人才那裏 去幫一下我們 最怕入錯行 媽媽教仔 是呀 現在又聽到旅遊業 這個行業 大家都 驚驚的 不知何時又再裁 那在青年培訓 或者是 方面有沒有什麼 進取的做法 我們最近都跟教育局有開過會 我們在這裏都有一些意見 就給了教育局 希望在這方面 在政府的措施裏面 會有些事情可以做出來 可以去鼓勵一些年輕人去入行 因為現在根本就沒有人會入這一行 疫情超過一兩年多 各種防疫措施 令到真的不少的店舖結業 也有不少都是一些傳統的店舖 當然我們香港這邊都加了新的景點 你自己怎樣看香港旅遊業的情況 那個競爭力呢 其實我們最近這幾年裏面 在香港有很多硬件做了 譬如說我們早前去年的Empress 現在我們今年有這個庫公 然後三法又來了 其實我們這些基建是好的 這幾年我們加了不少 所以我想我們的措施配合 還有如果在我們有一個通關的時間表的時候 也都需要政府 旅遊發展局 一直去幫我們怎樣去推廣 我覺得我們是有機會的 我們香港依然是一個吸引的城市 大家真的要對香港有信心 沒錯 希望快點能夠逐步逐步有罪地復償 今天我們跟楊淑芬 就是旅遊業議會的總幹事 談到這裡先了 謝謝 還有三樓 1千萬 bén 如果我們不就位 … 帶小人 很高的 幹事 老喧 兩天 大你 disponめて exem